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 我们之前讲过了就是中国的网球选手彭帅 他指控中国的前副总理张高丽对他进行了性侵 但是很快他的帖子被消失了 人也不见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了至少这个事情10天了 那么他等于凭空消失了10天 现在彭帅的这个事情正在逐渐的发酵 那么国际上面也有声音在询问 到底彭帅在哪 他之前做出了个指控之后 他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 他为什么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了 他的所有的社交平台的账号 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所有的信息全部都消失了 他作为中国的知名的网球选手 曾经是大满贯的得主 他的照片也在中国的网球协会的照片墙上被摘下来了 等于这个人社会性死亡了 最新的消息是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声明中说就是彭帅在网上做出这个指控 应该进行全面的公平的透明的调查 而且要求不再对彭帅进行网络的过滤和审查 这个声明来自于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的主席 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网球界的人士 很多网球选手也表达出同样的意思 其中就包括法国的一些网球选手 因为彭帅本身他就获得过这个法网的冠军 然后还有就这个世界女子网球协会的大使克里斯埃夫特 他本人也是大满贯的得主 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个女子网球选手 曾经是世界排名第一 他也在今天发了一个推特 说彭帅在网上的之前的这个指控 令人非常的担忧 他说他14岁开始就认识彭帅了 说我们都应该很担心 这是很严重的 他到底在哪里 他到底安全吗 他希望获得任何关于彭帅的最新的消息 到底这个人在什么地方 他到底安不安全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虽然中国大陆是全面的封杀了彭帅 只要跟彭帅有任何相关联的敏感词 全部都被清除了 这个人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样 但是你这么清除 你只能清除在墙内的这个互联网 对吧 那墙外呢 墙外还是能够看到的 墙外还是能够知道这个事情 并且关心彭帅的安危 所以说这个国际压力越来越大 那么就看中国官方他怎么来回应 他很明显现在是拒绝回答的 这个事情不知道 但是审查这种行为 是你中国政府做出的 你怎么能说自己不知道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说猜想 判断说到底彭帅个人是怎么回事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之前做节目时候讲过了 就是我说彭帅 如果他做出这个指控的时候 人在中国的话 他的人身安全是有问题的 但是很可能他真的在中国 以他的政治智慧 我看很可能他不会说到了国外去 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再去说这些东西 按照他的这种 他过去还也是小粉红 对吧 他也发了很多的爱党爱国的 支持香港警察 对吧 他发过这些东西 说明他的政治智慧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他作为一个 在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弱势群体 对于这个副总理级别的 对于这个国家级领导人 他当然是弱势的一方 他当然是抱着一种 像他这个声明中说的 鱼死网破的这样的心态 所以说他没有出国 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再说这个话 而且现在很明显 全世界找不到他 收不到他任何的消息 那他这个人很可能真的就是在中国 那么中国政府出手了 把他控制住了 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那么控制他之后 其实主张的目的就是 不让他继续的乱说话了 至少你不能再用互联网了 不能再发帖了 所以说他很可能是现在被监视居住 就是共产党国安部门的一贯的说法 把你在居家软禁 那么当然了 也有可能把他带到一个什么某个宾馆 或者某个地方 给他软禁起来 那么后面怎么收场 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么现在国际上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这个事情是越来越难办的 如果按照政府的想法 那么把他给关起来 然后时间一长 这个事大家就淡忘了 对吧 所有的网络信息全部一封刷 这事也不存在了 你到一个某个小地方去隐姓埋名 不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那你就是个路人甲 你不是彭帅 彭帅就消失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国际压力这么大 而且国际机构 这个网球协会也发言了 也指出这个对彭帅个人的担忧 那这个时候 那么外国政府 甚至都有可能会出面的情况下 彭帅的安危 似乎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 就是政府不会对他下黑手 这个可能是能够保障的 但是他肚子里的孩子能够保障 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看过去的指控 能够看出来 他似乎是怀了张高丽的孩子 所以说他才把这个事情闹出来 他想保住自己的孩子 但是张高丽肯定是不愿意有这个孩子 而且彭帅也快40的人了 那么有这个孩子也不容易 那么他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是跟张高丽拼命的 我们也理解作为一个母亲 他的这种交集的心理 他这个走投无路的这个状态 但是共产党会不会允许他生下这个孩子 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我之前讲过了 张高丽本人并不是现在拥有权力的一个当权者了 所以说他作为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人 他最主要的保护伞 实际上是他曾经担任过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的职位 那么如果他是很污点的话 对于共产党的一个形象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这种事情是out of blue 英文叫做out of blue 就是你突然出现的一个事情 应该是打了共产党一个措手不及 之前我分析过 这不是某人要下一盘大旗 然后故意的去想害谁 然后涉及到政治斗争 我反而认为这个事情是突然发生的 是一个意外 对于共产党来讲 这是个意外状况 最近不是开六中全会吗 然后明年还要开二十大 所以这种关键时刻 再加上现在的疫情又非常的严峻 现在就很多中国人进京都受到了严密的控制 都不能进京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事情 共产党没有想好怎么去处理 也没有想好怎么去对外公布 这个事情如何处理 因为张高丽这个人 如果他有了这么一个污点 那其他的污点 那是不是要挖掘挖掘 对吧 那这个人是不是要把他斗倒 而现在不是斗争退休高官的时候 或者说斗谁不斗谁 那是取决于政治需要的 不是说因为你有一个私生子 或者你有一个婚外情 就要斗你 这是两回事 或者说你有贪污就斗你 这也是两回事 所以说政治需要是放在第一位的 这是个正式挂帅的国家 那么总之 现在共产党焦头烂额 党内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但是跟张高丽跟彭帅 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说党内的经历 特别是党中央 最主要的聚焦的 都是六中全会 都是二十大 都是习近平的集权 是这一方面的内容 所以关于彭帅这个事情 共产党的做法 就是尽可能的把它压制下去 但是他对彭帅 或者彭帅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国家前副总理的孩子 要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倒觉得 可能没有这个需求 没有这个需要 并不是说共产党就不会做出这种 特别伤天害理的黑暗的事情 他是会做的 但是一定要看他正是需要 不是说每次他一定都会这么做的 所以这时候国际上有一种压力 其实让共产党有点难堪 而且他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处理 应该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共产党内部可能也在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 毕竟还是在这个agenda当中 是靠后的 共产党有太多太多 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了 光是中国的经济上的风险 经济上的困难 这就是够他们吃一壶的 所以说到今天为止 彭帅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消息 但是我们能够从这个边判断出 就是了解共产党的执政逻辑的话 就应该知道 这种事情对共产党来讲是小事 但是这个小事由于产生了国际影响力 所以你又不可能说不在乎这个事情 但是还要处理一下 那么目前的处理方式 就是让他尽可能的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彭帅本人应该是在某个地方 正在休养 有可能他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们不知道 他虽然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 但是人身安全 目前还可以得到保障 那么他肚子的孩子 我想至少六七成 应该能够保得住 能够保得住 其实共产党的高官有私生子 这个事情太普遍了 我本人就认识 中共的元老级别的 他的私生子 我也认识 在北京有个交往 我就不说他是谁了 总之他的母亲曾经是官员的服务员 女服务员 他并没有得到家族的承认 更没有得到中共承认 但是中共的一些红二代 他都见过 他都认识 也都知道他的存在 他可以住在政府 给他分的非常大的房子里边住 那么他本人也做生意的 所以这个事情 你可以去做 但是不能说 共产党就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做这些肮脏事 但是不要说出来 不要曝光出来 反正媒体是他们控制的 他们不让曝光 也曝光不出来 对吧 海外说什么 其实对共产党来说 影响没那么大的 现在是正好赶上 全球的MeToo的风气 女权主义的抗争的风潮 这样兴起之后 所以说一个婚外情 私生子的问题 一个性侵犯的问题 会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头条 如果没有MeToo的整个的风潮的话 这个事情可能也没有 也不会炒作到这么大 不会上了这么多的西方媒体的头条 所以说共产党处理方式就是 彭帅你继续在中国生活 好好的生活 如果你想抚养你的孩子 你就继续抚养你的孩子 虽然他是一个私生子 政府也会给你一个安排 但是党和国家 或者说张高丽的家族 是不会承认他的 即使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他确实是张高丽的孩子 或者怎么样 但是大家都不会承认的 家庭聚会 家庭的利益也不会分给你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这是按照我所对共产党了解 他很可能会这么做 当然除非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张高丽卷入政治斗争 有人想拿这个事情来斗臭张高丽 从而斗臭 或者是消灭张高丽 跟张高丽有关系的高官的权利 但是今天看起来 习近平基本大权在务了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 去对付张高丽了 他就算对付 可能也对付不是张高丽 而是其他人 像王岐山这样的人 所以说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这个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 估计我判断的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 还是那句话 在中国是不是合法不重要 是不是某些人的权益被侵犯了 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政权的稳定 是党的特权能不能保住 党的光辉形象能不能不被玷污 或者是能够让 继续的让中国人相信 这个才是他最关心的 这期的快报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